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正在为您推出的是 晚清画家吴昌硕 吴昌硕 浙江安吉人 出名郡 后改名郡清 自相补相谱 中年自苍石昌硕 因得友人所赠古佛 顾浩 佛卢 佛道人 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 是当时公认的上海话坛印坛领袖 名满天下 而且是无派传课的创始人 书法 绘画 传课 诗词 无一不惊 绘画 以撰书笔法入画 线条 宁恋囚禁 气度 辉红古朴 浑厚苍茫 因此 书画撰刻 举 浊而不凡 成一大价 吴昌硕对近代中国一谈 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由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远 吴昌硕 吴昌硕生于1844年 他是经历了清代和现代的一个画家 当时的中国正是一个转型变化的时期 吴昌硕 吴昌硕可以说是清末最伟大的画家 也是现代最具有影响的画家之一 吴昌硕是浙江人 幼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书 大约十岁左右 他就开始对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父亲发现了他这个天赋 于是就指导他学习刻印 一直到吴昌硕十七岁这一段时间 他都在家乡跟随了自己的父亲 认真的读书 吴昌硕十七岁的时候 在战乱当中 他和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在外面流浪了五年之后 才返回家乡 之后他过着一边读书 一边耕作的生活 吴昌硕读书特别的勤奋 当时他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家里没有很多的藏书 于是他为了读到一本书 常常往返很长的时间去借 然后挑灯苦读 这样的努力 使吴昌硕具有了非常丰厚的修养 吴昌硕喜欢书法 在他学习的过程中 曾经认认真真地临摹过多种书体 后来人们对吴昌硕画中的 当中 吴昌硕29岁的时候 离开家乡 到外边求学 交友 在他求学交友的过程中 他认识了当时的很多名家 像任伯年 蒲华等人 这些人都是海派的名家 当后来吴昌硕进入到大家行列的时候 人们把他与虚谷 任伯年 蒲华 并称为海上四家 吴昌硕的传客 是从这派入手 后专攻汉印 他的传书个性极强 印中的字 饶有笔意 刀融于笔 所以他的传客 常常表现出 雄而媚 浊而朴 丑而美 骨而金 变而正的特点 传客方面 吴昌硕 上其鼎仪 下意秦汉 创造性的 以出风钝脚的刻刀 将前松 吴壤之切冲 两种刀法 相结合致印 所以 他的传客作品 能在秀丽处 捡苍劲 流畅处 捡厚谱 往往在不经意中 捡功力 在传客方面 有着如此成就的 吴昌硕 为什么开始习画了呢 他又是什么时候 开始的呢 从记载上看 吴昌硕 开始学习绘画的时间 大约是他 三十四岁的时候 并且他获得了 当时大画家 任伯年的指点 据说 吴昌硕去找 任伯年求教 任伯年 就让他 先画几笔看看 吴昌硕 吴昌硕回答说 自己不会画 从来没有画过 任伯年说 没有关系 你就随便画几笔 就可以了 于是 吴昌硕就提笔 在纸上画了起来 几笔过后 任伯年就大为赞叹 认为他功底好 日后一定是前途 不可限量 这一点 恰恰被任伯年说中 之后 吴昌硕 以他读到的 入画笔法 以他对画的读到理解 称为 一代大师 吴昌硕 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 并中过秀才 但是之后 他无异于仕途 对公民并不十分的热衷 所以就没有继续参加考试 后来 吴昌硕被推荐当过县令 只不过 他做县令 时间非常的短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吴昌硕 实在不习惯 官场的应酬 更无异于仕途的进步 于是 一个多月后 他就辞官不做了 之后 吴昌硕潜心于书画 过着卖画为生的日子 吴昌硕虽然卖画为生 但是喜好交友 他的为人很正直 并善于助人 据说 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而且这些朋友 无论贫富 谁有困难 他都会倾囊相助 顺之于 有的人身后萧条 他都会替好友送最后一场 吴昌硕 吴昌硕作画 对于那些贫穷的人 并不计较金钱 据说有一次 他从好朋友家回来 途中寓语 吴昌硕 跑到了一个废弃的院子里 去避雨 恰好碰见了一个卖豆浆的人 两个人闲聊当中 卖豆浆的人知道吴昌硕是一个大画家 于是就向他求一幅画 吴昌硕欣然答应了 过了几天 吴昌硕果真给了卖豆浆的人一幅画 并且把寓语邂逅这样的一段趣事 也提在了画上 由此可见 吴昌硕为人诚恳热情 吴昌硕作画的时间比较晚 由于这样一个特点 使得他的画 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不畏公明的吴昌硕 带人诚恳 无论何时 都会对朋友倾囊相助 由于在书法方面的深厚造诣 而且又以书法的笔法入画 虽然吴昌硕不是第一个 以书法入画的画家 但是 他的这样一个画法的运用 却使得他的画作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 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画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学我不能全向我 画我者生 破我者进 似我者死 品文化正在为您推出的是 晚清画家 吴昌硕 第一个书法笔法入画 就成为吴昌硕一个鲜明的特点 其实书法笔法入画 不是吴昌硕开始的 可为什么说 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呢 文人绘画 一直以书法的笔法入画 元代赵孟甫就这样提到过 书画本来同 由于吴昌硕深厚的书法的根底 使得他运笔得心应手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吴昌硕绘画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造型方面要略弱一点 所以吴昌硕就追求了一种 热情奔放大胆的画意 不在形式上下功夫 而是在画意上落笔 吴昌硕的画 有独特的个人面貌 第一 表现在他的画色彩特别鲜明 从中国传统绘画发展的角度来看 吴昌硕用色上有极大的突破 这种突破就在于 他特别喜欢用夕阳绘画中 人们称之为阳红的一种色彩 这在吴昌硕的画中 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比如他画的硕大无比的桃子 那鲜亮的颜色 让人似乎嗅到了桃子的香气 这种阳红的运用 与他画中朴厚的笔触 非常浓重的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这再来看吴昌硕另一个特点 就是雅俗共杀 吴昌硕是以卖画为生 他的画在二十世纪初 适应了上海这个地方 商人和市民的审美需要 他画了很多吉庆祝寿 这种讨口彩的题材 包括他画的桃子 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另外一方面 文人画对一些题材的表现 他也没有放弃 吴昌硕喜欢画梅花 他画红梅也画墨梅 他画的梅花抚养多姿 这也源于他对梅花细心的观察 吴昌硕在家乡的时候 亲手种过梅花 通过对梅花的种植 对梅花精心的观察 使他画的梅充满生机 充满了梅的神韵 吴昌硕还喜欢画竹子 他也种过竹 竹和梅都是他在家乡时候 最爱的植物 梅兰竹菊 本来就是文人最喜爱的题材 在画史上被誉为四君子 而这些也都是吴昌硕所喜欢的 从中也可见之他的品格 吴昌硕绘画的题材 以花绘为主 学画较晚 四十岁以后方将画世人 前期得到仁仪指点 后又参用赵之谦的画法 浮映于徐卫 朱搭 扬州八怪朱画家的画艺 从中受惠甚多 他酷爱梅花 常以梅花入画 用写大传和草书的笔法为之 墨梅 红梅兼有 画红梅 水分及色彩 调和恰到好车 红字相见 笔墨酣畅 富有情趣 曾有 古铁道人 梅知己的诗句 借梅花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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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世 极俗的心情 显示出了 吴昌梅兽 吴昌硕 蒸蒸铁骨 桀骜不驯的一面 吴昌硕 吴昌硕的话 不仅仅是在当时的上海 得到人们的追捧 在日本也非常受人喜爱 他的晚年一直是卖画 而且他很注重日本的市场 这也是和前代的画家 很不一样的地方 市场作用对于他的绘画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来他的画价很高 可是求画的人 依旧是络绎不绝 难以应付 所以吴昌硕 有一些画是他弟子的代笔 吴昌硕一生都比较节俭 虽然卖画 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可是他依旧过着很节俭的日子 当然 节俭不代表着他吝啬 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倾囊想走 可即使 可即使 吴昌硕这样极简 清静的一生 到了晚年的时候 遇到银行倒闭 他一生所存的积蓄 化为乌影 这对吴昌硕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他突然中风 不久便去世了 这样的一位绘画大家的词事 对于中国近代画坛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遗留下来的画作 也就成为了后世搜寻的至宝 吴昌硕的话 主要是以花鸟画为主 梅 蓝 竹 松等等 都是他常常入画的题材 他的作品色墨并用 浑厚苍进 才配以画上所提写的 争趣盎然的诗文 和洒脱不凡的书法 并加盖上古朴的印章 使诗书画印荣为一炉 对于近世花鸟画 有很大的影响